大家好,我是木子可可 我们接着来讲这个猫爪手套的勾织 上一期视频讲了前半部分的勾织 这期接着讲后半部分的勾织 我们用到的毛线是这款五谷的金属棉 勾织是3.5毫米的 大家看一下,这是另外一片 因为我们这个手套 当这一面是做前面的时候 后面是刻到反着来的 对应着反着来的 所以前面这六圈勾法是一样的 也就是这个中间这一部分勾法是一样的 从第七圈开始 我们要倒过来勾 另外一片要倒过来勾 我们第一片开始勾的是十个短针 我们第二片的时候就要先勾 11个短针 第七行和第八行 都是和第一片反着来勾的 大家参考屏幕上的图介 自行完成 勾完第八圈 我们就要进行拼合了 拼合的时候 边拼边勾制第九圈 大家先参考图介 把第七圈和第八圈完成 这是另外一片 勾制完第八圈 接着我们把这两片进行拼接 勾完第八圈的时候 我们这个勾针在这个方向 还有第九圈没有勾 我们把这前面勾好的这一片 最后这个位置 最后这个位置和这个对齐 然后勾针从第一个织目 这样穿过来 把这个线圈 这样带过来 然后再翻转这个织片 仍然从最后这一针这里 入针 勾线 勾制一个短针 接着去掉 在这一片第二个织目这里 勾针穿过来 然后勾这个线圈 带过来 然后到这边 第二个织目 这样 穿过来 勾线 编制一个短针 然后再到这边 第三个织目 入针 勾线 勾过来 到这边 第三个织目 穿过来 勾线 编制一个短针 依次的进行 这样的勾支 先勾支 13个短针 就是引拔 13次 就是引拔13次 这边 这边 这边13个短针 勾好 然后 到了这边 这个长针的针目上 按照第九圈的勾法 分别勾三个针 分别勾三个长针的夹针 勾完之后 然后在这个针目上 编制一个短针 然后回到这边 从这个针目开始 这个短针的针目开始 刮线 然后到这边 编制一个短针 编制一个短针 第二个短针位置 勾过来 到这个位置 编制一个短针 指头 手指头中间的部分 也是 是在短针上挂线 然后 这样引拔 就可以了 到了手指中间的位置 都是按规律 进行勾制 勾制长针的夹针 大家按照这样的规律 大家按照这样的规律 就在这个位置 加针 然后这里是两个短针 引拔两次 大家就按照这样的规律 在指缝中间这个短针位置 进行勾短针 然后和这边进行引拔连接 中间 都是勾长针的夹针 然后直接勾到这边 勾完之后 把这边也给 按照这个方法一样的 连接起来就行了 两片引拔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 底下的位置勾一圈短针 这个地方引拔完 不要断线 然后直接锁一针 在这个位置 编制短针 然后每一行的 这个顶端 编制一个短针 这一圈 我们来勾下面这个花边 下面这个花边是一个短针 空一针 三个锁针 我们先锁一针 作为起立针 然后在第一个针目这里 编制一个短针 接着勾制三个锁针 然后空掉一个针目 在下一个针目 勾一个短针 然后重复 三个锁针 空掉一个针目 在下一个针目 勾一个短针 然后三个锁针 空掉一个针目 在下一个针目 勾一个短针 就是这样勾制的 一个短针 三个锁针 重复一圈 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 进行引拔即可 这个手套缝合好之后 我们在这里引拔一圈 就是在最后这一圈 短针这里 从这里起针 然后把这个线 这样带过来 接着勾制引拔针 勾针 从每一个短针入针处穿过去 然后带线过来 这样勾制引拔针 勾制一圈即可 下面讲一下 这个小肉垫的勾制方法 这个需要勾制八个 每个手套上 粘贴四个 线在手指上绕两圈 捏着 然后勾针穿过线圈 锁一针 接着勾制短针 勾针穿过这个环 带线过来 勾线一并穿过这个环 这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挂一个记号扣 我们需要勾制十个短针 十个短针勾好 我们把这个环收紧 接着和第一针进行引拔 鸡花扣取下来 就在鸡花扣这一针目上 入针 勾一个引拔针 然后再锁一针 剪断线头 线头都隐藏一下 这就是小肉垫的勾制方法 下面讲一下这个中间大肉垫的勾制 同样双线圈起针 勾针穿过来 先锁一针 接着勾制两个中长针 两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接着勾制一个中长针 一个长针 然后勾制两个长长针 然后勾制两个长长针 接着勾制两个短针 然后勾制两个短针 接着收紧这个环 接着勾制三个短针 接下来开始勾织第二圈 我们先在第一个针目上 这样入针 编织一个短针 第二个针目上 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编织三个中长针的夹针 接着再编织两个短针 然后编织四个中长针的夹针 再编织一次 接着编织两个短针 然后编织三个中长针的夹针 后面还有两个针目 各编织一个短针 总共编织两个短针 编好之后 在第一个针目上进行引拔 拉紧 锁一针剪断线头 这样这个大肉垫就完成了 线头分别隐藏一下 用热绒胶把这些肉垫分别粘在手套上就完成了 这就是我们手套制好的样子 我这个粘的时候有点粘歪了 大家粘的时候尽量粘正一点 正面就是这样子的 这是另外一面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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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